你先講一下就是今年達到15.50分 這個是不是你個人的近期最佳 對 15.5分就是這個週期最高分 那上場前其實沒有想太多 我希望回到自己專注的狀態 然後上場去面對自己 那上場前告訴自己一句話就是 我可以的然後我就上去去衝 那在做動作的當下就是享受每一個時刻 去把動作一個一個做好 直到下來的時候落地的時候 心中那個石頭放下來 雖然說還不知道分數如何 但是我覺得我做到了 我做到這個週期來說 目前來說最高分的難度分 那我也做到了 先給自己一個肯定 然後看到分數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我值得了 我在這場世大運沒有留下任何遺憾 對 你喜歡用這個分數去吃掉嗎 是 對沒錯那時候難度分 可能在做動作的過程當中太快 所以裁判沒有看清楚 所以後來看到分數的時候 就盡快去提了申訴這樣 那最後申訴成功過去了 本來是15.4變成15.5分這樣子 那你聽一下 能滿308的感覺嗎 當然是非常非常開心 我覺得就是又寫下了一個新的歷史 那也是做到自己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出發前 世大運出發前就告訴自己說的設定目標 那不但是拿下了三年吧 那也是把自己目前來說 在場上這個週期最高難度 給完成的做下來了 那我覺得在這個設定的目標 跟方向上做得很正確的一個決定 amientos 主要在洋娃 有做非常大的訓練 非常多的訓練 然後自由試也是維持在練習 我覺得 能讓我找回自己的 中況 很大的原因是 在仰视上比较有信心 因为以往都是仰视就输了人家很多 让我挖根子的承受压力比较大 其实赛前就有蛮大的压力 但是我觉得那种压力不是夺金的压力 比较多是想要突破自己的压力 但后来经过这两天的调整 心理状况也比较稳定 尤其在昨天的半决赛 我基本上没什么紧张感 应该这样说 19年那时候应该是我的巅峰了 我后来都一直往下走 大概到去年都还是一直在往下掉 不管是训练状况还是心理状况 都有让我想放弃的念 那是去年底去美国之后 心理状况才慢慢的回来 那自己也终于有一个目标说 我想要拼奥运的A标 尤其在这场比赛 在赛前我就有看到总排排第三名 我自己的目标就是坐三望一 那最终目标还是奥运A标 如果有留到的话 八九不离迟就是这场冠军 那我觉得 虽然秒数应该没有达到 但我对我的身体状况跟身体状况 都找回来了这样子 那之后就好好的备战压力